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这间公司的第二代 我们是属于运动四家 我回到家帮忙的时候 算是蛮得心应手的 因为从小就是耳濡目然 不需要去经过特别的受训 我觉得不要说把这间公司做到发扬广大 还是说做到台湾第一企业 还是说知名度的 爸爸妈妈可以用这间公司养活我们 我也必须要做一个回馈 社会加回报父母的恩情 把这间公司照顾好 甚至我们公司底下的所有员工 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毕竟我们新习体育是 专门做桌球器材的 我们底下的牌子有 世界第一品牌 史蒂嘎 再来 柯拉克 柯拉克还是中国国家队指定专用品牌 发球机练习球真的是四战率 绝对是七成以上 然后还有一些像Loki 他也是前世界冠军王涛选手所代言的品牌 他的品质 各方面的品质不错 一般大众或是一些打身体健康的 或是一些专业都能使用 然后他的价位不会太高 球皮的话就是他的弹性 或是他的摩擦 很明显就是打下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像我们球皮有分三大类 大陆 日本 跟德国胶皮 他手上三种胶皮全部都是应有尽有 而且不怕专业对的去做选择去做更换 他的球拍可以做到碳纤维硬而有手感 然后板子 纯木的板子做到软又有韧性 这是绝对其他品牌是做不出来的 我们球员喜欢穿StickR的衣服 他不是光鲜亮丽的衣服 而是材质非常好 然后外观看起来又非常耐看 运动的品牌可以做到那么有品味的 也是没有几个 我拿过两只球台 一个是空心 一个是实心 实心是因为前面比较重 所以我觉得他来起来比较扎实 然后空心就是他比较轻 本身他的产品与他们的人员够专业以外 那其实他们对于客户的积极性 其实服务态度其实是很棒的 再加上老板他本身是运动员出身 所以他又非常清楚知道说 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重要第一个就是可能那个敏捷性 然后对球的反应 然后爆发力 再来就是对球的球感 我想团队最重要应该是团体的记忆 心态你一定要做好准备 你要选的你就要对自己负责任嘛 因为毕竟体育这条路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见识的 那你只有透过不断的努力去练 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发现 他们的受挫力不是很高 所以当他们上国小的时候发现 学校有做球队他是最快能够让孩子有机会学习输赢跟面对输赢 确实也提升他在受挫力的这个部分 他异于课本上面的知识学习 是一个很实际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素养的时间 或许你现在不是最好的 试着让你未来变得更好 让孩子提早学习善用零碎的时间 这个无形中是让孩子知道 我为我的梦想我自己要牺牲一些玩乐 平时练习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技术 我就要有用心跟认真 另一方面我们最大的强项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公司内部的成员 每个人都会打球球 每个都是选手 我是希望说用我们公司整体的专业程度 去帮助一些基层的球队 或是说在争取成绩的球队 甚至到现在台湾的国家队 去帮大家争取到更好的成绩